就是我未來和大家玩玩具 近期就開始要不斷去趕工 去將勤補絕 去出多些玩具視頻 因為很久沒出過 近期就想和大家玩的這盒東西 就是掌棟出的這隻奧菲爾狼乾巧 我已經開過相機看過 這個奧菲爾狼乾巧 我同期也是買了這隻 Dark Keeper 但我不想一個視頻介紹兩隻 我好像對一隻玩具很不公平 離開我的頻道都知道 我每一個玩具都會給它一個視頻 不論錄的時間長短也好 我都會給它一個視頻 同時說一下我的看法 掌棟這一個系列 可以說是 叫做迷你版的四驅車 不是 慣了 是迷你版的SHF 其實 我好幾隻都想追回的 但是 就是 無奈泰蘭最好似的 木牆 蛇王 蛇王 不是 那隻叫做王蛇 那 還有Kaiser 等等等等等等 那些零零閃閃 很多角色 我其實都有買 以前有買過一批的 但是 後來就送了給人 來看看 尺寸就是3.75吋 給大家看看 和 Hia出的這隻判官是 對比例的 我們來組裝 首先 頭部 這隻判官是 整隻判官是 很緊 好 拍一隻就行了 細節度是OK的 真的細節OK的 是有點像 極魂的 進化版 那 這裡有條尾 那條尾 就直接是 裝架構 裝在上面 如果 你怕 容易跌呢 可以直接是 502時候 都應該問題不大 那 這個應該是 支架位 那 這條尾 其實都算是 挺好插 那 他沒有做到 關節的 那我覺得是OK的 那 就 手方面 他這一個 配件 包 就有一個 Stand 一對拳頭手 一對張開手 那我們就用張開手 那 大家其實都知道 他那個 那個 配件是甚麼 即是 頭手腳身 那些 造型 那 這一個 我覺得 真是 很漂亮 給大家看看 尤其是 樣子還原都OK 希望我遲些 也有可能追得到 木牆 那 看看那棟 手那棟 90度 都沒有 那 但是 麻了 雖小 就叫五臟俱全 可動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那 我也都期待 他掌動 可以出得齊 奧菲爾諾 那些怪人 就好了 好像 海棠 我老婆 結花 然後 對 然後 木牆出了 阿巧又出了 那 那些甚麼龍蝦幹部 阿 北企 那些希望都出了 但是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就 我真的不敢寫包單 那就大概是這樣 那 整個東西是灰灰的色 是灰得很教官 灰得好像一些牙色 那 那我又覺得是 配合聰明士徒這一個 定位 其實OK 那他這三條 不是 兩邊肩頭 這三條爪 即是六條爪 如果是SIC 它是用合金鐵 來上色 即是 整個三條都是合金 那 他這個 沒有 做到合金色 即是沒有做到金屬色 就純粹是膠色 那 有些可惜 那就大概是這樣 那 好啦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